未來的天空下,在綠色田野之中,保留著花蓮最後的一片淨土,編織著一個甜蜜的夢想。 大家好,那這邊的民宿叫做夢田西鄉,夢田西鄉的我自己讓它取得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它是在花蓮最後的一片農地, 那這也是我們自己就是從小在這邊耕耘,然後在這邊種植一些農作物的一個地方,然後到我成年之後就想說來開發這邊不一樣的就是民宿空間。 主體以西鄉外型的白色城堡,每一位造訪夢田西鄉的旅人,將自己的點點滴滴記錄夢田中。 那信箱的由來,那就是說我們把這邊的房子,第一棟就是把它蓋得很像很大的信箱,然後就是希望這邊的客人像一封一封的信,可以寄到這邊,然後在這邊花蓮的幾天,三天兩夜啊,或在短的時間,可以在這邊度假。 然後有機會的話,再把自己也可以再寄過來這邊,然後分享給就是外地的朋友。 夢田西鄉以巴黎島的風情完全融入,寬廣的活動空間,有發呆亭,玻璃屋,全為巴黎島風格。 那這邊的風格的話,其實我們戶外的空間,那有發呆亭啊,還有玻璃屋,那戶外空間,佔地也超過三十四千坪的空間。 那這裡的戶外空間最主要,也都是從印尼巴黎島,就是貨映進口進來的一些設備。 那夢田西鄉這邊的風格是以平面式的空間為主,那房間的部分像幽默的家具,也都是原汁原味從那邊引進過來。 那雙人還是以巴黎島式的格局,佈置為主。 夢田西鄉為浪漫雙人房,巴黎島風格,溫馨世人,普普風格。 那世人房的部分其實就比較屬於普普風,比較可以親近大家的一個風格這樣子。 夢田地圖世人樓中樓,蜜月雙人套法。 夢想地圖的部分的話,它是以樓中樓的格局去做不一樣的風格。 那樓上那個是我們稱就是蜜月,因為它的空間還有戶外陽台,都有。 那樓下的,它其實就是你淋浴的房間,但是沒有一樣的。 對,那就是親人的雙人房。 親人房,對。 秘境Villa雙人套房。 獨棟的巴黎島Villa風格,全部採用進口的建材,擁有私人的獨立空間。 宛如置身巴黎島之中。 風格其實它是外觀其實以西班牙建築為主,那室內的話,其實擺飾,其實還是以巴黎島的那個休閒度假公園為主。 那戶外空間庭院大概有100坪,那室內空間大概15坪的空間。 孟田信箱有提供精緻的活力西式早餐,以及義大利式晚餐。 那我們這邊附加還有就是有就是可以幫客人就是有預約的晚餐的部分,還有就是預約SPA的部分。 那每一個房間的住客我們都有優惠就是體驗價499的費用。 那如果第二位如果需要再做的話,他的費用也只要699的費用。 那一個小時的進入療程。 那這部分也是我們有就是專業的幫療師在這邊跟大家服務。 除了異國風情以及主人的熱情外,孟田還是想到您的辛苦, 只要事先預定,將可分享這裡的SPA方聊。 放鬆舒緩您的緊張與疲憊。 這邊最大的不同點的話就是我們這邊的還是以占地的花草。 然後空間部分其實我們最多的出客人數也只有32位。 那這邊的佔地面積可以在三四千坪的空間,讓大家在這邊比較放鬆休閒的感覺比較不一樣。 快來花蓮孟田信箱,享受峇里島度假的感覺吧。